你看这电影 首先写一篇影 然后不然说 这里的想法很疯狂 这里的冰箱很丰满 这里的员工很会玩 找玩家不找专家 你是广告界的超级玩家吗 跟我们一起玩吧 是 特别好吃 好吃啊 我下次来还买好不好 你为了多好吃 你为了多好吃 但是咱们够吃饭嘛 咱们够吃饭 开始了 开始了 他喜欢你不得了 在家里也穿着 就连洗澡也穿着 小玄 怎么还这么快啊 怎么是你 小玄又出卖我 她没出卖你 那你为什么 有什么事啊 看完电影之后再说 别影响别人看电影 谁该被测怪 多无奈 笑着流泪 say goodbye 无奈现实 若是非 太多诺言 被苛奸 你要的未来 给我点 给我点 我怎么给 心疼你受惟 气空流泪 无人安慰 关于你的意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啊 再见 谁说没事了 还有什么事啊 电阳他们说 通常男人和女人约会 都是吃饭逛街 看电影一条龙幅 今天我看 逛街可能是来不及了 那咱们 去吃饭吧 第一 咱们不是在约会 第二呢 我刚刚爆米花吃饱了 我想吃了 我又没吃爆米花 我饿了 我接受你的拒绝 可咱们 还算是朋友吧 那既然是朋友 再一起吃一顿饭 不够饭吧 上次你请我吃饭 这次就当是回礼 今天你要是 没什么胃口的话 没关系啊 明天我再来找你 不用 就 今天吧 你请我 你请我 那吃什么 我说了算 可以啊 那 你现在不能吃这么油腻的东西 我都快憋死了 我好不容易恢复差不多了 你别拦住我 不行 你不是说吃什么我说了算吗 你要食验吗 我一个晓冰 你只会吃什么我说我 你民意职啊 都不拒绝了 你别拦住我 别拦住我 不拒绝了我 你别拦住我 不吃鸡皮 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啊 让你吃炸鸡 已经是破例了 但是作为你的医生 这是我的底线 我们恋爱以后 饮食方便归我管 林大夫 我再说一遍 我真的真的不想谈恋爱 是因为 我还没有走上人生巅峰吗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还有 你干什么放我朋友去啊 你不是说我们之间 还不够了解吗 那我就都了解了解咯 所以 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跟我交往是吧 是 我喜欢你 这现在已经是我的心病了 你得负责为我治病 这什么玩意道理啊 要不然就和我在一起 要不然就彻底让我死心 不然的话 你这不光是对我不负责任 还对我的病人不负责任 跟你病人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日夜心悬着这件事啊 我要是手术没做好 出了医疗事故怎么办 你负责了责吗 强盗逻辑 好了 我已经表述完了 赶紧吃吧 好 你要死心是吧 我就是这么任性 我想吃什么就得吃 一百克鸡肉一百三十四大卡 一百克鸡皮四百四十大卡 经过高温油炸之后 升至六百大卡 想要消耗它们 必须要慢跑一百零八分钟 或者爬楼梯九十五分钟 享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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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